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然后说啊本期的新车初体验我们来体验这款奔驰全新的大G G350 那么这款车上市以后其实市场上有很多声音啊大概分为两种 第一个大家觉得G350的出现降低了大G的市场的门槛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其实这款车的售价它也不便宜啊 那么第二种声音呢 大家觉得G350啊失去了大G应该有的样子啊 那种大排量啊 那种大马力车的一个样子 但是呢 其实这一款车在市场的任务度还是挺高的 在经销终端 它的订单啊很足 而且最主要的 它的加价的确很高 呃 那么其实我觉得奔驰还是非常聪明的 他在G350跟G500之间的外观跟内饰的区别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很难通过它的一些配置啊 看出来他们的一些不同 所以说起码在市面上 这款车还是啊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 但是啊大家比较关心的 这款2.0T在越野的情况下 能否胜任 能否满足啊越野路况那些需求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北京一块专业的越试驾场地 来体验一下这款全新的G350 也就是2.0的大地 在越野路况下表现到底怎么样 好吧一起来上车 我们越野场地见 我们呢现在来到了这次试驾的穿越路段 也就是越野难度并不是特别高的一条路段来感受一下 但是刚才我坐我们教练开的车 有这个勒索桑可以啊 像一个酒吧可以上堂的声音 我们现在的模式呢 就是正常的高速四驱啊 来看一下这一辆350 在高速四驱模式下的四驱系统的表现啊 包括它的四个轮的这种电子线滑的表现 我们在这种过驼峰的时候啊 当有一个轮离地就能够非常清楚的感 听到那个轮发出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种啊线滑的声音 然后非常顺利要通过一个比较 简单但看着挺恐怖的一个驼峰 我们现在呢过这种台阶啊 看一看这款350 2.0T 这款扭矩的表现啊 现在转速呢基本上2000左右啊 能达到这款车的最大扭矩 370牛米 这个动力储备呢还是绝对够用啊 这种驼峰路段没问题 现在呢我们来到一个大概35度左右的这一个大坡 啊然后还是高速四驱 然后呢我现在稳定住油门啊 这款车就非常稳的爬上这个大坡 这款车的接近脚呢是30.9 然后呢我们现在下坡啊 好我们现在把它的呃四驱系统啊调到低速四驱 我们先调到N档 然后按下低速四驱的按钮 然后调到手动模式 然后在手动一档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踩刹车也不需要踩油门 这款车就会通过发动机制动啊非常安全的通过这个下坡 松开刹车走 啊来了 这款车的离去角是29.8度啊 所以说呃这种大坡无论上还是下都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通过一个60厘米深的这个涉水路段 这款车的最大的涉水深都是70厘米啊 啊这种涉水其实对于这款搭计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啊依然是低速四驱啊手动在一档稳定住油门啊 然后争取在水里面涉水的情况下不让它换挡啊 保持这个动力持续的输出 太简单了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穿越路况来说 对于这款大忌350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会我们看一看所谓的越野路况啊 看看找几个高难度的越野的项目可能表现怎么样 好了我们呢现在呢交换了一下场地 来到了这一次试驾的啊比较有难度的这一这一条赛道啊 普通赛道比较线路 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这一次的体验啊不同的项目 我们现在呢已经打开了低速四驱啊并且啊运用到了中锁跟后锁 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出发 第一个科目呢就是一个侧倾啊 那么这款大忌的侧倾的最大角度能达到35度 35度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表达啊 呃我只能说现在我的角度才20度 我的已经我的腰已经有点受不了 看的的确是挺恐怖的啊 但是对于大忌来说啊也是小菜一碟 那我们在越野的时候啊 如果说啊像我们上这种大坡前方视野受阻的情况下呢 哎就可以打开它的前方摄像头啊 来随时观察前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说2.0的大忌啊 它不是一款真正大忌的 它动力不够啊其实完全不对啊 这款车的最大扭矩是370牛米 当它在低速四驱的情况下 它的扭矩能够放大2.93倍 也就是说在我现在这种啊上大坡的情况下 恒定住油门 它的扭矩基本上达到1800转以后 能够持续输出啊 1000多牛米的这样的一个扭矩 所以说上这种大坡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轻松啊 我维持住油门啊 这款车就会非常稳的爬上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陡坡 那么这次呢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一个比较重度的连续的炮弹坑 其实对于这种越野路况啊 开的大忌我觉得一定要合理的运用三把锁 那么如果说这个越野强度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啊 其实啊三把锁不用也没有问题 这款车完全可以通过它四轮的轮间线滑啊 它的四驱系统来应付啊 我们常规的这种越野路况 但是到这种高强度的比较难度的越野路况 需要用三把锁的时候 一定要采取一个非常合理准确的方法来个 来通过这些障碍 如果说采取的措施不到 非常有可能对你的差速造成一个损害 所以说如果说你买了大忌 一定要跟当地的经销商好好的学习了解 当然也要参加一下奔驰官方举办的这样的试诚试驾的活动啊 一定会对你的驾驶技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提升 通过这一次的越野试驾呢 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说2.0T的奔驰的G350 它的绝对动力变小了 但是它的越野能力依然强大 硬汉的标签呢依然存在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然后说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